大家好,我是颜明达 来自兵华新华语国际奖言会分会 在2018-2019年当中 我就非常荣幸地得到了 51区域华语评论演讲比赛的冠军 在这一次的视频当中 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在接赛的比赛当中 你要如何好好的去备战 在我看来只有两个点 在第一个点就是去找到这些强大 而且是非常优秀 并且你认同的人向他们学习 去找出他们在每一次的评论当中 有表现出哪一样的特质 在评论的时候有哪一些细节 是你可以去拷贝的 甚至是他们的状态 每一次他们强而有力的状态 这些通通都可以拷贝 运用在自己的身上 第二点更加的容易 就是有效的练习 Practice perfect only can make perfect 在每一次的评论当中 不要小看这两个少少的 二至三分钟 因为那就是呈现自己最好的时候 只要你相信在每一次的 评论环节当中 你都呈现最好的自己 这样日积月累下来 你就会发现到 整个人有一个质量的提升 所以看来其实要赢的比赛 也非常简单 找到最强大的人学习 并且有效持续的练习 你就可以发现到 你就有所成长了 当然这一切的开始 就是你要有勇气 去参加这个比赛 把自己豁出去 这样你才有争取 这一切成绩的可能性 所以在来临的比赛当中 记得第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报名 参加了比赛之后呢 你才有可以把这些 全部最好的自己 呈现在舞台当中 让自己参加这个奖会 是有价值的 而且让自己最优秀的一面 可以展现在大家面前 所以记得 把自己的勇气突破出来 在比赛当中 你我们再次相见 把最好呈现给舞台 加油咯 朋友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